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國新辦公室主任孫葉禮 已兼任文化旅遊部黨總書記以下簡稱文女部 外界預計孫葉禮未來將會擔任文女部部長 孫葉禮長期在中共意識形態部門任職 曾為三任黨魁包裝理論並極力捧雜 專家認為孫葉禮屬於典型的黨棍 它之所以獲得重用是因為符合了中共用謊言包裝暴政的需要 11月14日中共文化和旅遊部官方網站更新顯示 中共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孫葉禮 已兼任文女部黨總書記 而現任文女部部長胡和平的名字已經被拿下來 財新網宣稱孫葉禮有望接替胡和平成為文女部第三任部長 之前的兩任文女部部長駱樹江是19屆中央委員 胡和平則是20屆中央委員 但孫葉禮卻是14屆政協常委 而非現屆中央委員 公開資料顯示 孫葉禮現年58歲 山東為方安憂人 學歷為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 1988年至2018年 孫葉禮在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30年 歷任研究室副秘書長兼黨的文獻主編 研究室室務委員 第五編研部主任 第六編研部主任 2014年1月 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成為副部級 2018年3月 中央文獻研究室被設 孫葉禮是新組建的中央黨史 同文獻研究院擔任副院長 她早年以研究中共元老陳雲起家 參加贊社陳雲轉 她的著作涉及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三任黨魁的理論編讚 特別是參加過習近平、譚治國、李正等一些 捧雜的宣傳文章的編寫 中共二十大前夕 由中宣部製作的16集專題片《領航》 亦是追捧習近平的內容 而孫葉禮就是該片的出品人之一 2021年1月 孫葉禮轉任中宣部副部長 次年擔任中共二十大新聞發言人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一天 2022年10月15日 孫葉禮公開為當局清零政策辯護 聲稱如果要計數 我們的防控措施是最經濟的 效果是最好的 但兩個月後 中共這一個政策就反轉了 孫葉禮今年內以兩度離身 2023年1月起 任中宣部副部長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2023年11月起 又再兼任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書記 旅澳歷史學者李玄華 11月14日對大紀元表示 從孫葉禮的履歷看 他一直參與中共偉光正歷史的編造 是靠說謊 拍馬屁上位的 中國問題專家 旅家華人作家 承雪11月14日指出 中共獨裁專制體系中 官員的官位和權力的產生是自上而下的 跟民主國家完全相反 孫葉禮這一類的黨軍之所以能獲得賞識重用 是因為習近平本人就是一個最大的黨軍 他當然會欣賞一樣的類型 文旅部是中國國務院主管文化和旅遊業工作的組成部分 在2018年機構改革中 由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整合而成 據官方介紹 這個部門的第一職責是所謂 觀賤落實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政策 然後才是主要負責統籌規劃文化產業 旅遊業發展等 而文旅部和中共黨務部中宣部關係緊密 其中兩任部長 樂樹江和胡和平都是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2018年3月 袁文化部部長樂樹江上任文旅部首任部長 他原本也是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2020年8月 樂樹江轉入全國政協 由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胡和平接任文旅部部長 並兼任中宣部副部長 2023年3月 胡和平首次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身份量上 並持續兼任文旅部部長至今 勝雪表示中共在2018年新建文旅部 是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不斷地宣稱 說好中國故事 要在全世界加強傳播中共的意識形態 中共暴政靠的主要是三樣東西 第一個是謊言 第二個是暴力 第三個是壟斷 而謊言是第一位 謊言能夠把暴政裝扮到非常亮麗光彩 對人產生影響 這個文旅部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全方位在幫中共專制暴政化妝 換新的衣服 勝雪舉例說 這幾年中共在海外的學生組織 令年輕漂亮的女生 打扮得很漂亮 在街上表演 為中共唱唱歌 這方面很多都是由文旅部來負責的 你可以想到這個這樣的部門 它特別需要一個對中共非常忠心 而且能夠看清上層心思的人 我相信孫業禮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 文旅部本身管理著龐大的文化和旅遊產業 但是部門負責人 本身卻是中宣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長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 在2022年11月 曾經在台灣政論節目中披露 中共黨內的各部門 各有其的身材之道 中宣部歷來也會用他們的權勢努力 為自己分一杯羹 去刮社會的一些錢 但在節目上蔡霞對此並沒有進一步詳細說 李玄華表示 黨的喉舌部門中宣佈 這幾年已跨到國務院來直接統籌管理文旅部 它管理的旅遊產業是非常龐大的 比如 所有的寺院都歸文化旅遊部 寺院裏面信徒給的鄉油錢 也要按比例去分 上交給這些部門 其他的再由那些假和想去瓜分 都是文旅部他們做的工作 時政評論員李以銘8月26日 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陣營人馬賽奇 李孫女分別出任主管文宣 及意識形態系統的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及中宣部長 而北戴河會議前後 發職於中宣部的上海原宣傳部長 董運輔等文宣高官截現連三落馬 都說明了當局正在進一步清洗文宣系統 例如《刀狼新歌》 《羅莎海市火爆及李敏錄音事件》的發酵 將中國大陸樂壇黑莫曝光 網絡上對中國好聲音聲討不絕 但是中共網管就由得它一於好小理 說明中共當局都是在事件上 借用民意來進行操作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海寧宗、諾亞、張中原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多支持 請多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